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看到一個消息啊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近一個中國專家建議中共 要課徵失業稅 來解決中國目前龐大的失業率問題 我真的聽到會笑死啊 都失業了 還有錢 繳稅喔 人家歐美是給流浪和生活費啊 補助費啊 像美國一個月給個一兩千美金 這個已經遠遠超過小粉 好像兩三個月的收入了吧 反而中國是要像乞丐 來流浪和失業著收錢 乾脆以後失業 還要跟政府申請失業牌照稅 流浪和也要去考這個流浪和證書 流浪和證照 欸你有沒有流浪和證 欸我有 OK 有要記得繳稅啊 每個月扣5%營業稅啊 真的是搞笑共和果耶 而這個東西啊 我去年講過 中國非常有可能 未來會出現這樣的言論 果真 今天中國專家建議中共了對吧 雖然中共目前沒有採納 但是中共的生態就是如此 可以接受哪一種說法 在民主國家啊 政府是要傾聽學者的 但是在中國 是學者 要說 中共政府想聽的話 這三年的特色管理 大家應該看很多了哈 這也是多數台灣人不懂的思維 再強調一次 不要用民主國家的思維去解讀 中國 因為他不是 最近還有一個詭異的現象啊 中共27所軍校招生冷清 要知道 中共軍校畢業的福利待遇啊 遠遠比中途加入的解放軍更好 而且無需繳納學費 然後呢 吃三餐也都是免費的 而且吃的一定也比普通院校還來的好 中共又在大推入黨入軍隊 但今年非常多中共軍校 投黨分數出現了斷黨跡象 例如中國國防科技大學啊 這個有軍中清華的名號 這樣的大學最低的分數 落在411分 台灣人可能對411分 還有中國的高考分數沒有概念 OK沒關係 我講一下 以前錄取這一所所謂的軍中清華 最低分數是多少 569分 所以各位就知道 差了14050分 你們就知道落差多大了 要知道 今年中國高考生破紀錄高達了1291萬 將近台灣人口的一半 中共這27所軍校 只從這1291萬中 招一萬名出來 還出現這種拉低分數 這麼多 甚至一些特種兵還出現了缺額 像是什麼呢 陸軍步兵學院指揮訊息系統工程 還有這個作戰指揮部 陸軍砲兵防空學院的相關兵種通通缺額 還有陸軍工程大學的土木工程飛彈工程通通都缺額 那其實從2020年開始 至今 中共軍校招生的人數就有陸續下滑了 只是今年最為嚴重 但中共官方指出什麼呢 是因為現在中國年輕人體力下降 軍校畢業生從軍隊轉行 到社會上工作 非常不適應 所以是這些原因造成了招生不足的狀況 並不影響每個中國人民 愛黨愛國的情趣 還有為了當共產黨銅槍鐵壁的決心 結果底下留言被一堆中國網友給罵翻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中國網友的暖心留言吧 俄羅斯發動戰爭加抖音海外版 讓老闆石影看到了什麼叫砲灰 功不可沒啊 誰願意讓孩子上戰場 抖音上不是說 好多放棄清華北大 報國防科大的嗎 這不是華樂取寵嗎 韭菜越來越不好忽悠啦 誰願意讓孩子上戰場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報效祖國 你見過周公子的茶嗎 這一次真有機會讓你上戰場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的各種調侃跟嘲諷 我們從外交層面來談 美國開始制裁限制有讀過中共解放軍校系列的人 通通不能入境美國 更別說旅遊或是遊學簽證了 通通拒絕 這個原因也是因為 中共會利用一些帶任務的職業學生 去竊取或是滲透美國國安或是科技情報 這在美國已經抓出非常多了 我以前節目都介紹非常多 那這個也是中共政策的軍民融合策略之一 那我們可以看到 自從盛上上台之後 中國人民不管是偷渡移民走線到其他國家的比例 大幅增加 尤其是高淨資產的人士 到新加坡到歐美越來越多 當然走線的更多 所以今年大家去美國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包括是我也是 美國海關他有一系列的SOP 這以前不太會有的 各種問題都要問得很詳細 以前不會有 為什麼? 因為他要防範你到底是不是中共那邊的特務或是間諜 你是台灣人他也知道我是台灣人 因為國籍就是寫台灣嘛 但是台灣很多點共的人 台灣會不會有 我是已經來台灣取得身份的中國人啊 或是我是什麼陸配啊 他們不知道 所以他們會問得很詳細 你來美國是不是帶著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啊 這也是拜聖上的功勞所賜 那從中國內政層面來談 聖上尤其是今年 多次到訪 軍校或是解放軍單位 都說了什麼 要提高打贏能力 作風優良能打勝戰 我們要為了打戰而驕傲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更自豪 這一點是什麼意思 就是主動去侵略他國的說詞 如果今天聖上是跟大家說 我們大家還有抵禦外敵的決心哦 國家未來如果有入侵者侵略我們 那我們就要站出來保家衛國 不讓外敵拿走我們任何一份財產 如果是這樣效果肯定不一樣 就好比今天一家銀行 大家都說我們要保護好銀行的錢哦 不讓銀行的錢被外面的小偷土匪拿走 很正常吧 但今天銀行說 我們為了要賺更多的錢 我們要去侵略別家的銀行 我們大家要拿起槍去搶別的銀行 這就不對了嘛 但是中共的狼子野心啊 大家心知肚明 現在把小孩送去軍校 未來就會變成中共的銅牆鐵幣 雖然中國人民本來就是 共產黨的銅牆鐵幣 這也是趙立堅說過的 但是你成為黨 你成為解放軍 那你有絕對的命令要服從共產黨 而且我們再來看到剛剛談到 中共缺的兵種都是什麼兵種呢 就是一旦發生了大規模的戰爭 台美日空軍都能精準打擊他們的首選軍種 所以看來中國人民也不笨對吧 在極權國家出現這樣的情況 非常不容易吼 這對台灣是一種更能了解對面人民新生的大訊號 未來戰爭如果不幸到來 我們能夠更提前的規劃清楚 對於中國內部的人民 我們應該怎麼理應外合瓦解中共 必須要跟大家釐清一個概念 如果這場戰鬥只是打退中共 而沒有配合中國紅三代領導他們的人民啊 去推翻中共 那10年20年內中共不倒台啊 他只要做好準備 他還是會來打台灣嗎 中共他一天不倒 台灣確實無一天安寧 你看我們現在是不是還在討論這個 因為他還在啊 想要很好的專心搞內政 拔除中共這個垃圾是首要目的啊 拔掉之後台灣經濟才能不被中共壓制 你想想台灣被中共打壓的這麼慘 還有今天這樣的人均跟科技產業 要是沒有中共打壓呢 我們會輸日本會輸韓國嗎 台灣人團結點自信點啊 能在我們這代完成的不要再丟給下一代了 我們就是被丟下來的那個下一代 我們不用再把問題再丟給我們下一代了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談一下 中共網信辦近日出台了自媒體13項新措施 要求自媒體或是網紅要遵守 其中幾項不合理的規則 帶大家來看一下 像是襯草社會熱點的自媒體或是網紅 將被永久關閉且納入網信辦的名單 以後這個人的身份不得在中國境內 從事任何自媒體或是網紅產業 那襯草社會熱點非常的荒謬 你只要不爽誰 你就可以說誰誰誰在襯草社會熱點 好比今天發生的八愛鐵戀女 那你中共報導了你算不算也是襯草社會熱點 只要跟黨的意見相組就會被扣上襯草社會熱點 當然還有其他不合理的規範 像是強化資訊認證的展示 白話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假使你今天是做金融方面的頻道 你今天發現中國經濟不好啦 你說出來抱歉 假如你今天沒有黨認證的金融執照 或是相關背景 你就要被封號囉 這意思是什麼呢 回到我剛剛片頭說的 有中國專家出來作之媒體了 那你各位認為 片頭我剛剛提到的那個中國專家 他提出的失業稅合理嗎 他要不要被封號 這些由中共認證的自媒體 以後都只能看黨的風向說話 什麼叫做自媒體 私人的平民的自主的有自己觀點的 中共是越來越說緊這一些的存在 為什麼 因為他不可控 因為他是自由的 之前多位中國網紅拍攝什麼 失業狀況 窮人生活 養老金消費 都被下架了 這就是襯草社會熱點 那中共已經在把襯草社會熱點 這個詞 給污名化了 台灣也有些人啊 跟中共一樣 說你襯襯襯襯襯誰 襯哪個熱點 試問一下 世界上的媒體跟事件 哪個不是襯襯襯 襯這個詞啊 比較貶義 正確來說 世界上的事件被報導出來後 他是需要被更多人傳播的 因為他需要被更多人看見跟探討 你把這一個行為定義為襯 明顯就是對一些特定議題 你不希望他被更多人看見 他被討論 因為有些議題可能被討論了 會傷害到你的自尊 會傷害到你支持的人 或是你的信仰你的理念 所以呢 你乾脆就去抹黑 襯草社會熱點 這個詞 那這樣跟中共把獨立民主當作貶義詞 有任何區別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還沒賣我們的衣服啦 趕快看這個影片 趕快看 越早買越多優惠喔 掰